各位先生,我們接下來是請到評審教會的嘉慶講師 嘉慶講師他在評審對我們掌握、掌握、掌握、後學都是很可心的 嘉慶講師他也在我們道路發展了很多道路 他評審也會跟著我們演講師到國外去開花 好,我們接下來要提醒我們的精神 來聽一下我們的表演講師帶給我們清清好好休息 大眾請起立 請講師可以前到義工 昆道義工 哈哈 早上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後學一直停留 小明星 非常開心 今天能夠擔作平安食者 來學習金口飯的一個螢幕 那後學這個螢幕 非常有趣 叫做 後學覺得非常的 難得 機會難得 因為 就像剛才 我們早上講 其實他 上台有很多 然後剛才他 下去之後 又 後學這邊說 這邊有很多 他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機會 那麼 因為 後學有一次 跟我們這女團 去上台的時候 去賣房 一位 就在上台 就是說 那個道基 他是在 新加坡有道 那他非常的成績 他覺得道這麼好 一定要回他的老家 再上台 他一定要回上台 去祝他的爸爸媽媽 然後大阿姨 惡阿姨 小阿姨 還有很多的影像 這樣子 他說 大日前要是想說 你要吃 那個 我們家的東西 有道理 他們都有機會 接觸道場 他們都有機會 去道理 就已經顯然是直飛 如果 有機會 到上台 他們老子來去的話 一定 要說 跟他自己 還有爸爸媽媽 還有他自己阿姨 和他們 多成績 然後 有一次 就有這樣的機會 到上台去 那他們都是做那個公民 而且他們公民 他們就很熱情的招待我們 他們不吃醋 但是他們很熱情的招待我們 煮了 一桌子的蔬菜 我們都已經吃飽了 然後他滿了很熱情 叫媽媽 都講過爸 我們每一道菜都把他吃光光 他覺得說 你們一定得吃飽 所以他會 每一道菜都出 所以呢 這個 一定別人的小雲罩 就進去出 直接又炒 然後又炒 然後其道菜又亂出來 然後 你要去跟後雪 看到熱菜 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真的都吃不下 但是呢 到今的熱情 還是要把他吃下去後 不要把他吃光光 給我拆心 好 那從五大休息 一段時間之後 就跟後雪說 等一下 上去哪一趟特色 那你不知道嗎 多一點 不敢再從上方看表現 但是在心裡面冒出很表現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因為啊 在場的 那個理性典選的 爸爸媽媽媽 還會阿姨 你知道嗎 你不去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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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五歲以上 好 那我們是在那個 剛好測試 所以我們是面對面 然後後雪就是 欸 假設很純悲 跑到哪裡都是在一個 電場 在投影機 對不睡 一直都可以上課 都可以成全 就是像這樣 然後我們自己很近 因為你長輩很近喔 後雪在裡面講 又不睡到長輩 每一個長輩呢 走過了路 走過了條 以後雪走過了路 還要 躲了 然後呢 她知過了眼耶 以後雪知過敗敗活 可能要遮到我們的練習 後雪在有點心情 但目前還是有病 後雪有不講不休 所以就硬生了 然後把它完成這個熱度 而且很感謝待場的 所有的兩輩都那麼熱心 雖然會有一點小小的賭託 也太小小打瘋 但是她還是聽後雪把它 �滿了 後雪就像說 那一場 跟那一場經驗不一樣 這一場是有很多的小菩薩 小天子、小天天分 那這對後節來講 就是一個計程學體的時間去念 所以後節非常的感恩、感恩、感恩之類 因為天節常常都會跟後節說 加氣,你那裡,小菩薩很多 所以經驗的班要講什麼? 台語 然後如果有時候求到人 是大學生 他們就說加氣,你那裡幾個零 是要替國語的 難保要講講 國語 然後剛才節節後節說什麼 所以你知道嗎? 今天小菩薩能說 然後呢 要做發問 要做發問要做問題 那小菩薩講不上來不會是對的 所以各位小朋友們 等一下會發問喔 好,好 首先喔 記得問題來了 方學的題目叫做 休、醒、清清好休、醒啊 好,奉獻 方學先從這個題目後半部 先跟大家分享喔 休、醒這兩個字 聽起來有沒有人才做 沒有喔 哇,根基好深厚喔 一般人已經叫休息了 這樣子 有多少錢耶 為什麼? 他們覺得休息是什麼人 才要去休息啊 來 前道 前檢門 你們覺得什麼樣的人 才叫做休息的人 我們來比賽一下喔 雖然會叫前檢門比較多 但是打不上去 你 你 你